印度赌神 枪口加一位 起瑞斯 到三千 哇 这手牌这个瑞斯好大啊 盖哥直接三拜的 怎么起了一个这么大的瑞斯呀 真的 印度赌神 这手牌他牌太弱了应该是啊 但枪口加一位他这个牌有点弱 他想起的瑞斯大一点 让自己的牌变得强一点 其实KGO这牌跟三拜的不好打呢 踢脚小 就是击中K 击中勾都会怕踢脚问题啊 盖哥 打一枪啊 看打多少 八千啊 打得像试探柱是吧 价值是吧 印度赌神这种牌 尽啊 跟前边咱们说A7有点类似 就是他踢脚不好 就是只能过牌控持 盖哥 感觉这里边如果要打 会打一个重一些的柱了 应该会打一个 也不好说 要是我很 哦 没有打 哦 没有打呀 印度赌神运气非常好的 击中了KGO两对 转牌我想打的半尺以上的柱会也能代表偷鸡啊 连打价值在代表偷鸡 这里边盖哥藏了一手 盖哥转牌想表示的是我翻牌在偷鸡啊 他想合牌在打价值 完全我合牌印度赌神主动打出来了 还打了一个非常重的柱 盖哥这里边我是觉得真的跑不掉啊 因为为什么跑不掉呢 盖哥考是吧 因为印度赌神很有可能是看你转牌示弱 是吧 完事我合牌 我偷鸡你 你转牌示弱了 完事我合牌 我下个重柱偷鸡你 印度赌神很有可能是这种行为啊 所以我刚看一见这手牌的时候就觉得跑不掉啊 这手牌印度赌神打的也好啊 印度赌神的运气有点来了 也不能说来了 前面刚输一个20万美金的迪士 那是江姐赢了 印象中感觉一度都是一样的 江姐这手牌 这手牌带死拽斗了 江姐拿到勾六同色 加住到三千 前面加住三千是不是带死拽斗啊 没看见有死拽斗啊 上手牌 带死拽斗洗三千正常啊 盖哥选择用十六去防守他这个忙住 但是这手牌被江姐主导了 但是翻牌盖哥运气非常好 击中了十一对 这样反压制了江姐 江姐可以投这牌啊 发出七和十相关的牌 可以继续投 就演自己和七和十有相关性 因为他是庄位嘛 庄位很容易 就是和这种什么九十相关的牌有相关性 就庄位很容易玩这样的范围 这里边盖哥也是尻啊 看转牌发出什么 发出个八 发出个八九 哦 九 就八九这样的牌还不错 那江姐这里边肯定要继续投 是吧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就大概率要继续投 他后门花加卡顺啊 六七八九十个 说六顺 跟你闹呢 这肯定是要投啊 投机下个什么样的注好一点 下个一万二这样的注 一万一万多吧 多看一下一万二 一万一 一万三 哦 一万五 很重的注 我还是有点怂 我想打的像真的一点 你知道吗 江姐直接下一万五啊 这个下注也是一个很好的下注 这么的就像偷鸡啊 是有点像偷鸡 太重了有点像偷鸡的 其实我在考虑的是一万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三 这四个尺度里边 我想选一个啊 但江姐运气真的非常好 勾六击中了 后门花 那这里边还是一个重注啊 我觉得还是下一个四万 以上的注 其实三万九这样的注感觉也不错啊 看看下多少吧 反正这里边就是具具一下重注 偷鸡眼到底 可能会好一点啊 还有这个 哦 四万 正好四万 这一万啊 盖哥 盖哥前面刚吃了 印度赌神的亏 这手牌会怎么做呢 这WPG上来他这个三百六百这个局啊 真的精彩排局很多 江姐这姿势看着非常的专业啊 就像职业排手那种感觉似的 这手牌盖哥跑得掉吗 江姐很像在偷鸡 我是觉得真的很像在偷鸡啊 但是这个牌 其实790这三张牌 咱们还是说啊 离COA的范围确实 他也是比较近啊 盖哥非常漂亮的follow了 还是相信了 盖哥 盖哥敲敲桌子打得好 是吧 这手牌我是觉得江姐合牌这个侠注啊 真的打得挺好的 但是盖哥这个人也不是江湖中的无名之辈 是吧 盖哥是顶级高手啊 副牌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这一手牌 枪口位的牌还不错 10k同色 江姐 QK 选择玩一手啊 哦 三拜特 打得非常的主动啊 三拜特 印度赌人 印度赌人 印度赌人很喜欢玩牌啊 四六同色 其实没有必要的 四六同色 因为有枪口 有三拜特 四六同色这牌就没有那么好 盖哥这牌还行啊 勾勾选择考 10k这牌没有必要 四拜特 不立位置啊 来看三牌 哇 印度赌神买花 买顺吗 我印度赌神 花顺双筹 两张的 顺的啊 三合七 印度赌神这个脏牌进来还真的 效果目前很好啊 四人抵持 江姐偷一枪 其实这个下注 我觉得 三分之一抵持的偷机没有必要啊 因为你三分之一抵持下注 很难偷走四个人 是吧 其实这牌我是觉得 四人抵持还是 偏向于算了 可能 要偷偷一枪 重一点好一点 要不就算了 四人抵持嘛 其实我是觉得算了好玩招 因为枪口 枪口加一位 进来有三拜特 其实后边的人 一般情况下 进来的牌不会弱 就你偷机的性价比不好 就是 别人的墙 通常会比较强 别人的牌 通常会比较强啊 那枪口 枪口加一位 最强位置的人进来了 别人的牌也不会弱的 四人抵持就不投比较好 那这里边金子祖神继续偷机啊 开弓没有回头见 哦 不偷了吗 这都不偷了 金子祖神转牌没有偷啊 盖哥这里边发出一张酒 人家酒没有那么吓人啊 草花酒 和五八有些相关性 但是毕竟是一个枪口 枪口加一位 进来的三拜特地区 盖牌投一枪 其实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完整性 是吧 你要是强牌 你转牌为什么过一枪吗 因为这个牌其实容易 四人抵持有人买花的 是吧 四人抵持都是强牌 有一张好的花 比如什么A10 AQ 方片 A高方片吧 桌面上有张Q 是吧 AK方片 反正不管怎么着 这个故事不连贯 知道吧 被盖哥抓了 就是他这个故事没有完整性 因为你是强牌 你转牌 打的概率还是大的 你知道吧 你不想让一些 比如不管是一对变两对啊 你是超对什么的 或者是一些买牌 让他白买牌 是吧 买花买睡 你不想让他白买 你转牌都会打 就是整体上他的完整性不是特别好 虽然你强牌转牌也可能过 但是其实你要作为投机而言 你这个完整性上边会有马脚啊 印度赌神转牌 我是觉得应该打的 他四人抵持就是打 连续打能代表很强的排力 印度赌神这手牌给我看蒙圈了啊 印度赌神这是什么操作啊 翻牌其实正常的尻是吧 盖哥也尻进来 四人抵持 我不会是眼睛花了吧 我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这手牌发生了什么情况 咱们仔细看一看 翻牌23Q 印度赌神买花 印度赌神很好的翻牌 盖哥空气 A8空气八钩 都是空气牌啊 汉这里边利用位置偷一抢 在这个干燥的面 印度赌神靠下来啊 咱们来看看转牌 转牌结果印度赌神击中了童花 哦 这么回事 我明白了 发出个弓盾啊 弓盾3 核白发个弓Q 哦 这么发生的这种情况 啊 汉下一万啊 印度赌神觉得汉有张Q 他才会这么打 但是汉是在最好的位置 三次赢一次 他跟进去三次赢一次不亏啊 但是印度赌神觉得有Q 汉有Q啊 23Q的牌面 他觉得汉不会在四人抵持偷鸡啊 啊 这手牌这么发生的 因为我是导带看的嘛 我一看这么点的抵持下一万 印度赌神就把铜花给封掉了 这有个弓盾3啊 他觉得汉是有Q 三次抓一次能不能抓 因为汉在最好的位置 我觉得汉如果不是最好的位置 可能更偏样于气牌 就是汉在最好的位置 那这手牌值不值得一抓 是吧 但是四人抵持啊 这手牌不是特别好说的 就一时我也不到 最后该不该抓啊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汉目前输得最多啊 输给谁 前面输一个买入 输得挺惨的 从新自然 赌篳的 赌篳的赌牌